最近日本安倍晋三首相可是动作频频了 他往北跑到俄罗斯去跟普丁手拉手 另外在自己国内穿上了军装 站上了104的坦克上面去炫耀他们的武器 但是再来他又跟菲律宾跟越南开始又是做一些合作 甚至送船舰给他们 其中目的为何当然就是针对中国大陆了 有些事情无中不生有 有一本小说里面就写到了 这钓鱼台事件爆发之后甚至爆发了战争 但是战争之后美国开始协助日本研发核子武器 有可能吗 是的立刚 你刚才提到的这本小说就叫做空降钓鱼台 它即将在我们台湾上市 它故事就是描写说 我们国军有一架C13栋运输机 到了美国加州准备要运一些新的飞弹材料回台湾 那在那里停留的时候 这个C13栋的机组员认识了当地一名保钓人士 这名保钓人士他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想要带领一群人去空降钓鱼台 结果没有成功 他们认识了C13栋的组员认识了这群人之后 被他们感动到了 于是在从加州把飞弹要运回台湾的途中的时候 他们就经过钓鱼台 让这些人带着一千面中华民国的国旗降落了钓鱼台 没有想到才刚降落 日本的F15空军就把我们没有武装的C13栋运输机给击落 这些画面被已经降落空降在那边 我们的这些保钓人士拍下来传到国际媒体上去 大家都举国为之华然 我们在我们台湾的F16整个空军连队全部扑上去 要为他们的兄弟同袍去报仇 可是被召回 没有想到我们把我们的飞机召回之后 日本的F15竟然被击落了 被击落了 这不是很调诡吗 不是被我们的飞机击落 谁击落的 对啊 日本一口咬定是我们干的 可是台湾说我们明明全部召回了 这时候美国用他们的卫星往下全部照出来 发现隐形战斗机去干掉F15 中共的隐形轰炸机 战斗机 直接把它击落 这时候美国必须要介入了 因为美国不介入的话 中日台即将全面引发大战 所以说美国就开始多方安抚 他就跟台湾说 我会牵制日本军队六个小时 这个空档你去占领钓鱼台 所以说台湾就派出我们的陆战队 所以搭着直升机去占领了钓鱼台 然后中共认为好 归台湾 那他们有意见 可是日本就跳脚 你美国故意这样干扰我是不行的 我一定要讨个公道 美国为了安抚日本就说 我准许你去建立你的国防军 我也愿意让你发展核武立杠 如果变这样子那还得了啊 这不就是安倍晋三最近最想做的事情吗 这就是他的终极目标啊 是啊 他就是要让他们日本的整个皇军 整个他们的军国主义复辟嘛 是啊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说这样的话 谁能接受 美国能接受吗 中国能接受 台湾能接受吗 不可能啊 大家都不能接受嘛 对 可是日本人真的想这么做 我们先来看看最近的一些情势发展 从2006年北韩第一次核事报之后呢 日本为了有反制他们就做了一份国内的报告 去研究是否可以在日本国内生产核武的可能性 结果呢 他们自己归咎出来发现 他们自己的布239纯度不够 浓缩幼 技术不足 可是呢 他们还定定了后续哦 他们认为如果要发展到技术纯熟的时候 还要三到五年 投入800亿左右的台币 他们就可以研发出一套纯熟的技术 来自己做核子弹 而这个时间大概是三到五年 立冠 你不觉得很恐怖吗 三到五年就可以做成核弹了 是从2006年开始算了 不是从现在了 对啊 这么快 意思就是说如果那时候的日本人 真的已经开始偷偷做 在现在 两年前 他们就已经有可以做核子弹的能力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 他不敢公布出来 最近四天前在日内瓦 有一个核不扩散条约 74国在那边开会 大家都签署了 不要让核武扩散 没有想到日本这个国家 他明明是唯一遭受原子弹攻击过的国家 他竟然不签署 而他的这个特使呢 他竟然他天野万地 他说什么 他说他赞同核子武器是不人道的 可是呢 如果说要他去答应 要日本去答应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核武 这是不符合日本的安保条件的 等一下 日本人自己受灾过 居然他还不签 是啊 而且二十四世界大战之后 到现在他们是和平宪法 美国人帮他们制定的和平宪法 他们是不能发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也不能有正规军的 所以说他们到现在还叫自卫队 好 现在讲到宪法了是不是 我们讲到极右派 极右派这些人他们一直都认为 日本受限于美国帮他们制定的这部宪法 所以他们不能够成为一个正常化的大国 他在经济上是全世界巨人 可是他在军事上是侏儒 所以他们非常不满 极右派代表人是谁 就是这个暴走老头 这个暴走老头是谁 前东京都之士 石元圣太郎 他就说什么 他说如果不修宪的话 日本就会被轻视 被孤立 而且还会接受像北韩现在的核武恫吓 他认为必须要在修宪之后 来一次去解放这个建军还有核武 然后让日本整个国家复兴起来 他还预言 这个议题会在他们今年夏天参议院选举成为焦点 天哪 他这绝对不是随便乱说 因为安倍晋三就打算要这么做 安倍晋三现在是否是想要达成这军国主义的最终极目标 修改宪法制造核弹 但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大家想想看这战争的历史 在当年战场上面被抓到的战俘 日子过得多么的悲惨 尤其美国的战俘在越南 可真的是在水深火热当中 想想看电影情节 蓝波到了越南里面去 把这些骨瘦如柴的战俘给一一救出来 可是现在事隔了44年之后 现在越南里面还有美国战俘吗 立冠 美军在任何地方作战就是什么 就是一定不可以一气同袍 对不对 对 所以蓝波的滴滴血 就告诉你说 他们那种同袍之间的情谊 对不对 可是今天这个罗伯逊 很可能是牵涉到美国CIA 或FBI的丑闻 为什么 竟然放了一个特战队员在海外 四十几年 不去营救他 没有救回来 还留在越南山野当中 好 时间回到1968年 罗伯逊当时是奉了一个什么命呢 就是一个秘密的任务的命令 要他进入越南的老卧 执行很机密的任务 但不幸被越共 砰 UH1H打下来了你知道 打下来 但同袍当然找 他受伤了 他或是死亡 找不到他的遗体你知道吗 后来怎么找都找不到 没有办法 只好把它列为 行动中的失踪人员 后来他的名字还被刻在哪里 华顺顿的越战纪念碑上面 代表他已经在行动中牺牲 不是不救他 是找不到他的遗体 好 那没有关系 可是时隔了40多年 突然他的家人是认为说 不对 有文件显示 罗伯逊很可能还在世间 你知道吗 就家人不相信 他已经死在越南了 结果得到他当年的同僚 方思的认可 因为方思当年也是很愧疚 没有把自己的同袍给救回来 方思竟然去找一个什么 更有公信力的 方思去找到了艾美奖的一个导演 叫乔根生 两个人不辞辛劳 回到越南的丛林里面 要去寻找罗伯逊的踪影 看到底能不能够找到已经失散40多年的同胞 黄天不负苦心人 立冈真的把罗伯逊给找到了 什么 失踪44年居然找到了 可是问题在于说 立冈找到人虽然很高兴 对不对 但是罗伯逊已经是像画面右边这样一个 这么样的老人了 白髮苍苍啦 垂垂老矣啦 那这两个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呢 好 跟他讲话 完蛋了 他竟然不会讲英语 等一下 44年了嘛 可能忘了 旁边的越南人说 他被越共关在水牢里面 很可怜 言行拷打他的脑部受损 然后他已经被刑求过了 忘记怎么说英语 因为他40多年来都讲越南话 没有碰过一个西方人 这一点也许能够解释得通 但是问他说你记不记得 你在美国有一个太太喔 你还有两个子女喔 这家人耶 他应该会印驾深刻 再怎么脑部受伤 总该有记得这一段吧 对不对 你说母语忘记了 家里的妻小总不会忘记吧 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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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完全忘了 名字讲不出来 这个方思跟乔根森也很疑惑 这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这个人是不是就是他们要找的罗伯逊 疑惑是说美国FBI或CIA隐藏了什么秘密 放任流浪在海外四十几年的特战人员于不顾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战场上面 美国兵的作为 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但是罗伯逊失落在这越南的荒野当中 但最后隔了四十四年 找到了罗伯逊 但他英文遗忘了 但是呢 他连家人都遗忘掉了 这真的是罗伯逊吗 还是说其中有另外的原因呢 休息一下 再来告诉你